真的是他們那一組的 不是 那你要在車上睡 你要總會要把學會停車 怎麼停這間班學 你真的不會停 你要睡著我 對啊 剛剛會停 沒有 他會停在那個有沒有 那個斑馬線 前面那個 車車帶桿區 帶桿區 不過我今天停得好好喔 好寬喔 剛好 好好停 只能說程陽豪命 對啊 沒有 都遇到那種 這百依百順的非人系 你有沒遇到過叛逆型的非人系 我跟你講 那個真的厲害 不對 廢還叛逆 對啊 非人系 通常你要出去玩他不太 他說你決定就好 所以你只要幫他負責安排 比如說好 因為平常他在上班 我也在上班 我們都很忙 那好不容易先預留了 兩天一夜的假期 我安排了就是說 去台中 台南玩 因為很難得可以 把假期湊在一起 所以我就會想說 多跑幾個點 然後我就把行程弄出來 我先給他看 他說 OK 都沒問題喔 一直到那天要出發當天 突然不知道哪裡不對了 他覺得說好像隔天 他可能前一天有加班 就是上班比較晚下班 然後回到家就覺得很累 可是早上就起不來 因為我行程排那麼慢 我勢必一定要很早就要出發 可能四點半起床 五點鐘或五點半 我記得要出發 不然你會... 太早了吧 對啊 你就出外景喔 對啊 太累了 誰都可以出去玩啊 很累 四 五 五點 這樣到底判例啊 七點鐘去玩 有時候四 五點才要睡 對啊 太早了吧 因為我們這兩天一夜 你一定要...我安排得很好 你自己去啦 我會啊 我安排得很好 我安排得很好 我安排得早上... 我安排得很好 我安排得很好耶 你別這樣好不好 我安排得很好耶 後來他看一看 他看一看其實他就說 真的耶 正常 誰要想去啊 我安排我的錯是不是 太早了 我跟你講 你中間想要安排這樣OK 但是最好最好就是 你提早把高鐵不要定好 到台南之後租車來回 這樣子自由玩 但你至少去城跟回城 因為去城跟回城是最累 你就可以好好休息 要不然我可能會前一天晚上 比如說十點多或十一 二點 就開車往台南走了 然後就睡到 就在當地睡 因為我其實我本來有講到 他覺得太累 因為他下班回來 他還要... 殊不知講一個四點半更累 對啊 剛剛沒睡 這是我的錯了 對 對 故事不用再講了 都你的錯了 所謂的廢人系的叛逆 我有身邊有這樣的例子 我覺得他真的是廢人系的叛逆朋友 出國 全部你規劃 全部你弄 全部都好 他說當下說好 一去到那裡就這樣說 為什麼要去這裡 我不想去這裡 然後生氣自己走掉 就是會有這樣子的 就是廢人 可是他又叛逆 然後你剛剛講可以不要這樣 什麼我也很辛苦 他就講說 可是你這個景點很爛 這我覺得我不喜歡 我喜歡什麼什麼 我就說那為什麼討論的時候 你不討論 你都說給你 他說 因為我以為你會排好 我就 公主... 就很想搶他 這才是廢人系的叛逆 我承認 中華的聯名信用卡有沒有 他如果累積累積 然後就可以換那個 里程數 里程數 他可以升等 然後我老婆就想 時間快到了 他說要不然就小孩 我們就一起出國去玩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選 要去韓國 要去巴黎島 要去哪裡這樣子 我後來我說 還是算了 我們就在台灣玩一玩這樣 為什麼 里程數不用白不用 對啊 要不然他時間就快到了 要不然是轉槓桃了 好 轉給你 他剛剛排行車也沒有用 對啊 好 剩下沒有公布 兩名是什麼了 又贏 好 我們接著看一下 排行榜上的第三名 就是腦波很弱 只要被推銷 就一定會花錢 在網路上有 兩萬兩千零六十八 最後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就是看到喜歡的酒買 也不管自己 到底有沒有類似款 好 這有高達 三萬九千兩百六十一的 網路勝量 有網友就分享都說 他自己就是屬於那種 看到喜歡的東西 一定要得到 所以他每一次都會 立刻手刀買 結果買回家之後 才發現自己衣櫃有超多 一模一樣的東西 好啦 是不是呢 看到喜歡的東西 就是會買買買 不管喜歡也買 不喜歡也買呢 惠文是這樣 腦波弱了 對 我腦波非常弱 你看我旁邊這一堆東西 那是什麼 這就是飾品類 這就是髮飾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這個髮飾很不錯 這是什麼 這是廢物 廢物 廢物 它可以兩用 你看這可以綁頭髮 然後這還可以當司機 所以我當時我就買了很多顏色 還可以當手帕 對啊 還可以變魔術 變魔術 所以我那時候 就買了很多很多的顏色 然後我就腦波很弱 那不都一樣的東西嗎 這類似 但是花色不同 看起來就不一樣 然後像衣服也是 我之前也是去逛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背心穿起來很好看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很多的顏色 包色 然後那有的吊牌就是 買了之後忘記了 然後就放在衣� 然後沒有猜 你還沒穿過 對 然後就有條紋 黑紙紙紙白紙 黑白條紋我懂 但其他的 粉紙 可是你不覺得 搭起來都不一樣嗎 今年就有流行這種 那種Y2K粉色系 螢光色有沒有 那你隔壁那個 不是也是背心嗎 對啊 就一樣的 這是同一 你也太多一樣的背心 你也太多了吧 你也太多了吧 邊邊不一樣 雖然是黑色 誰看得出邊邊不一樣 我覺得都差不多 有啦 你看 我覺得我買勤儉此家的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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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價錢是我OK 我可以包色 全部買下就買 那一件多少錢 這一件也才499 才499 一件費心500塊 然後你 買了1 20件 對啊 這樣一堆也要花1萬塊 對啊 我媽有1萬嗎 不知道我沒在算 就499 然後你如果20件 這裡還沒到10件吧 你那裡目測超過20件 好嗎 抱歉 我以後不會這樣 這種狀況對我而言 我只會買一件 一個 一個 全部只會買一個 不會覺得很難取捨嗎 不會 我自己在買東西的時候 我比較是那種 假設我喜歡你那個 紫色的衣服好了 我看到我不會馬上買 我會去思想 我能不能搭出三種感覺 就如果我可以搭出三種感覺 妳那麼理性 對啊 周到 對 它就會在我的考慮範圍裡面 粉質太難配 對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思考完 我還不會馬上買 我會再去看看 還有沒有類似款 可能會找到更好的 你不覺得這樣 要花很多時間的規定 但我不會刻意去找 我想說如果它是我的 它就會是我的 它就會出現 買東西緣分 對 然後可能 如果我真的發現 想個幾天 有時候只是一直衝動 想個幾天我發現 我還是需要它 我還是想要它的時候 可能就會開始上網找 然後就會找類似款 然後可能我經紀人 也會幫我看 然後找完之後 我就會去思考說 那這到底要不要下手 因為有的時候 會有一種狀況就是 你在網路上 找的過程當中 你已經飽了 你就不會想買了 慾望已經被滿足了 對 你會覺得 你擁有它了 有時候是這樣 看的時候擁有這樣 對 所以對我而言 會有一層一層一層 那像我這陣子 其實是有在露營 可能我那時候就 沒有露營風格的衣服 跟包包那些 我就想說那我要去找 然後我就看到 就是有一個 台灣大概賣980 就是這個帽子 但是我那時候就想說 不 我要保住 為什麼 因為我要 剛好那時候 我要去馬來西亞宣教 然後我就有機會去 馬來西亞逛一下 因為馬來西亞的物價比較低 然後我發現馬來西亞 可能也找得到類似的 它有一些露營品牌 所以我去那邊 就剛好找到一模一樣的 但是就便宜了300多塊 就差很多 那時候我也要挑一個包包 我就買了兩個 因為我很少包色 我基本上 我一個東西 只會有一個顏色 除非它很特別或很好用 然後因為我沒有大包包 然後我想說露營 我一定要有一個大包 然後這種款式 我在台灣找到類似的這種 很可愛的 對 類似的這一種 就是很方便的 就是露營爬山很舒服 我大概找到的 喜歡的質感OK的 都要1000多 2000多都是這個價錢 然後那時候 我也是在馬來西亞買的 然後找到它 這個才500元 就差很多 一件背心的錢 對 對 而且它這還可以拆開來 這還可以量用 所以我就覺得很方便 全貨 全貨 那法式什麼的 對 也不是說都不要買 那有些東西是真的是 該花的地方吧 沒錯 真的該花的錢一定要花 就是錢要花在刀口上 因為像我之前就是 有遇過一個女生 我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她原本是蠻可愛的一個女生 但後來她遇到投資失利之後 她就整個人就很慘這樣子 她就為了要省錢 像我們有沒有 有那個教會 或者是有時候那個廟 旁邊不是有一些免費的食物 她就把它全部打包 一次包一個禮拜的份量 全部冰在冰箱 然後一天三餐這樣拿出來吃 這麼可憐 那這樣不會壞掉嗎 很慘 對 所以到後來她整個身體就垮掉 整個臉上長痘痘 而且因為她就把自己搞得太像失戀 然後頭髮也不洗 我就在旁邊看了 其實就很辛苦這樣 很難過 對 這如果是我自己的女朋友的話 我肯定會好好照顧她 像我自己平常就是有在保養身體 我也會吃保健食品 像這個日本全新的BB極致膠原錠 它是讓我們油內額外的保養 補充膠原蛋白跟多種維生素 然後它這個膠原蛋白很特別的是 它是魚的膠原蛋白 但是它吃起來沒有那種異味 魚腥味或是異味 所以有的膠原蛋白會有一種腥味 對 是... 而且它是小顆的摩擬錠 就是非常好吸收 對 我吃過以前那個 易鴻有帶回來過 對 但它這一次不一樣 它這次是升級版 像原本的BB膠原錠 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美麗的懶人包 對 然後這一次 它這個BB極致膠原錠 更升級了 含了九種美麗的成分 像這一次的BB極致膠原錠 它的膠原蛋白 還有促進膠原蛋白 生成的維生素C 它都有增量 然後它這一次裡面 還有維持皮膚健康的B1 B2 B6 菸鹼素還有泛酸 它還有添加幫助消化的乳酸菌 還有甜 一般我們都是可能出去 都平平灌灌一大堆 對 那這次一罐裡面 就有這麼多營養 而且它是日本大廠原裝進口 吃的安心有飽 日本很紅 我之前也有吃過 他們家的這個BBD 然後像我自己 平常就是起床之後吃完飯 我就會開始吃B群 C 然後魚油 膠原蛋白 鐵這些 所以你就要準備很多 平平灌的東西 你都記得吃 而且你都吃完 你會忘記 我吃完我會忘記 我剛剛有吃這一罐嗎 好像忘了 結果再吃一個 就會忘記 現在有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這麼多 瓶瓶罐罐了 對不對 然後還有非常多的營養 可以保養我們 由內而外 讓我們維持健康 皮膚健康 其實現在真的就很方便 而且不只女生要保養 男生也要保養 男生也要保養 要當爸爸了 尤其你這個年紀要保養 你這個年紀也要保養 從年紀不要保養 我還好 我們都要保養 OK 謝謝推薦 謝謝 不管你是屬於哪一類的女友 或是男友 本來感情這種 就是兩個人互相包容 那種即使才能夠 長長久久 沒錯 不管你是碰到這種 非人系的 你就好好呵護他 如果碰到這種 保母系的 你就享受給他照顧 對不對 不管怎樣 都要找到互相能夠 舒服的模式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按讚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